接下来关注天气 受一股强冷空气的影响 我国北方正在迎来一次 大范围雨雪大风降温天气 山东省迹象台 今天六时继续发布 大雾黄色和寒潮蓝色预警 昨天夜间 辽城 德州 宾州 泰安 何泽 锦宁 藻庄和日照 已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 局部能见度低于200米 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 辽城 德州 宾州 何泽和锦宁的浓雾仍将持续 受强冷空气影响 12号到13号 我省有大风降温天气 12号白天到夜间 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 转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 滨州 东营 维方 日照和内陆湖面 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 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 阵风6到7级 同时气温明显下降 过程降温幅度8到10度 14号早晨 最低气温 鲁南和沿海地区3到5度 其他地区0到2度 另外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 我省自西向东有较明显降雨 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他地区有中雨 局部大雨 11号夜间最低气温 鲁西北和鲁中山区12度左右 其他地区14度左右